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不可以说 我有净土法门好 往生靠得住 弥勒菩萨斗山内印 条件很苛刻 不容易缺 那你这样讲 你修了25年了 你把人的信心破坏了 甚至于我还听说 犹地法斯的讲经说 信徒都不跟他跑掉了 这个最大的机会 这还得了吗 这个不可以的 这就说明 修士要一门深入 佛法法门很多 佛在大乘经上讲得很好 法门平等 无有高相 随着自己根性去选择 选择之后 就跪在印门深入 果然能依一个老司 依一个道场 印门深入修学 没有不成就的 所以这个低业 是门门低业 这是我们必须要知道的 我们看 华言是我们的典范 你看 善哉同词 参皇53位善之识 53位善之识 每个人所修学的法门不一样 他就参皇53位善之识 细细观察经文 我们明白了 每一位善之识 自己谦虚赞叹别人 现在 这个善之识 不一样 是要抬高自己 贬低别人 跟华言经上所实行的完全相反 悰到哪个人是明虚赞叹犯这支 obe 平巴蒜 落是一八 还在第一 城里 professmind fried